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願神將守安息日的福氣跟恩典 多多示給我們在座的每一位 以及在線上一起跟我們一起同聚會的弟兄姐妹 雖然疫情的關係 但是大家還是不管是參加實體的還是線上的 我們都預備了心來聽神的道理 因為我們這一個月是重要教育月 我們小弟這邊就安排了一個題目 就是基督徒的家庭 讓我們一起來一家人 從大人到小孩一起來思想一下 大家對基督徒這個家庭 大家心目中的想法跟答案是什麼 一個基督徒的家庭裡面 他應該有什麼樣的特色跟文化 這個可以讓我們來想看看 什麼是一個基督徒的家庭 那基督徒的家人 他在裡面的表現是什麼 那常常我會在想我們有時候像 有時候我們常會看到人家寫那個 自傳 介紹他自己 那有很多人都很容易寫到說 我是一個我出生於一個什麼 比如說這個農家子弟 還有人會寫說我是一個 我這個是軍人世家 為什麼人家寫自傳的時候 常常會這樣子來介紹自己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我是個農家子弟 大家那個主管或面試的人 第一個時間想到這個人 可能就是很勤奔很簡樸 很吃苦耐勞 這個就是人家對一個農家子弟的想法 如果你說我這個是軍人世家 這個他們家這個小孩的個性呢 可能就是很勇敢堅強很獨立 因為是軍人世家的子弟 就會讓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認識 雖然我們還不認識這個人 但是從他的家庭他的文化背景 我們就可以大概了解 這個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那一個基督徒的家庭 他有什麼樣的特質跟特色 我們來想看看 那第一個呢 雖然我們先從我們自己來想 不見得從別人的角度 先從我們自己來講 一個基督徒的家庭他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樣的特色 第一個想到就是 神的恩典常跟他們同在 一個基督徒的家庭 他是有蠻有神的恩典跟福氣的 我們來看詩篇的128篇 詩篇的128篇 第一節到第六節 這邊下來道 凡敬貴耶和華遵守他道的人 便為有福 你要吃勞碌得來的 你要享福事情順利 你妻子在你室內 好像多結果子的葡萄樹 你兒女圍繞你的桌子 好像橄欖栽子 看啊 敬畏耶和華的人 必這樣蒙福 願耶和華從西安賜福給你 願你一生一世 看見耶路撒冷的好處 願你看見你兒女的兒女 願平安歸於以色列 這一段聖經節在描述一個 遵守神命令的一個人 他的家庭 這就好像 我不曉得知道 從這個字眼裡面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 有一幅畫的景象 這個是一個很美滿 很和樂的家庭 為什麼它是一個 這麼樣的和樂 這麼樣的有福氣 的一個家庭 這邊第一句話 就講到了一個重點 因為呢 遵守耶和華他的道 這邊講道 他遵守神的話 神就會來伺服給他 一個遵守神命令的人 看到神怎麼樣來伺服給他 他分成了幾個部分 一個是說 第一個部分呢 是在工作上的順利 你要吃勞碌得來的 你要享福事情順利 其實這一點 就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情 我們的工作 其實大家如果出社會 你會發現 這個世界上的工作 其實沒有一個是輕鬆的 你可能換了好幾份工作 你會發現好像 其實每一份工作 都有他背後的辛苦 跟辛酸 可是呢 一個遵守神話語的人 有神跟我們同在 神會帶領我們的手 去完成這些事情 那這些也是小弟 在這幾年的工作當中 的一個體會 越來越覺得 有這一份信仰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們每天所面對的 那個問題跟壓力 其實超過我們的想像 為什麼老闆會把這個工作 丟給你 因為 因為它就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大家沒有人可以做啊 這個或是做的沒有辦法 那麼好啊 可是我們要去 每個人所接受的都是這樣子的工作 因為要表現得比別人更好 所以你會有很高的要求 但是在這樣的過程中 我們會去 會去 有信仰上的一個依靠 讓神來帶領 去面對每一個事情 不然說真的靠我們自己的力量 靠我們自己的能力 其實是做不到的 那我們看到其實世界上很多人 他們 雖然有不錯的工作 不錯的薪水 其實他所背後所面對的壓力 其實都很大 很多人都要去學什麼瑜伽 為什麼 要放鬆 要釋放 可是一個遵守神道的人 這邊聖經講到 神要讓他可以吃他辛苦所得來的 然後呢 事情順利 所以這個信仰很重要 有這份信仰在 我們的工作 得神的保守跟看顧 就能夠平安順利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問 沒有錯 神啊我很認真的遵守了你的話 照你的旨意去行 可是為什麼今天我會遇到這樣的事 為什麼我所面對的是 跟我所想的不一樣 因為有時候真的會這樣 有時候在我們弟兄姐妹裡面 有時候會看到 神給他一些不同的功課和考試 就是讓人會去懷疑說 為什麼神會這樣子來對我 會不會有 真的是這樣 但是我們有沒有去想到 神對亞伯拉罕所講的話 神怎麼樣跟亞伯拉罕講 祂是說 我是全能的神 你應當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我們要把這句話放在心裡 神說我是全能的神 在神沒有困難的 但是祂的要求就是 祂要我們做 在祂面前做完全人 那亞伯拉罕有沒有做 有啊 亞伯拉罕真的做 他聖經也是描寫 雖然神應許說亞伯拉罕 神應許他有個後代 可是亞伯拉罕都幾歲了 亞伯拉罕都快 都是99歲了 他老婆 他太太也90歲了 這個以正常來看 都已經不可能了 怎麼可能還會有小孩 但是神只說我是全能的神 我們有沒有把這句話 常常放在我們的心裡 沒有錯 也許今天神給我們所遇到的是 世人認為沒有辦法 接受的一個結果 但是我們有沒有看到 神可能在後面 會帶給我們的應許跟福氣 這個有時候我們不見得會了解到 神說雖然面對的困難是大 但是神的能力更大 神的恩典更大 有時候神要給我們看到 是後面的這一個 所以神只說 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因為我是全能的神 所以 在這過程中 也要考驗我們對神的信心 然後 看看我們是不是能夠對神的信仰 能夠堅定不移 所以 像這邊所寫的 你要吃勞碌得來的人 你要享福事情順利 一個敬畏神的人 神要這樣去伺服他 這個目的不是這個人喔 其實我們再往下看 你會看到 這個福氣跟恩典 其實是帶進到他的家庭 帶進他的家庭 不是只有帶他本身而已 進入他的家庭 所以一個基督徒的家庭 一定是一個 蒙神是福的 充滿喜樂的 充滿恩典的 所以接下來所講到的就是 他的太太 第三節 這個夫妻之間的和平和諧 和恩愛 你的妻子在你內室 好像多結果子的葡萄樹 讓先生滿意 彼此之間呢 有非常美好的分享 這個就是神的祝福 然後呢 兒女呢 好像圍繞他的桌子 好像感染栽子 這個清清脆脆的小樹苗 在神的恩典中長大 而且是圍繞在他的桌子旁邊 一家人團聚在一起 然後呢 兒女蒙神看守 夫妻和諧相處 然後呢 這是神給世人的一個景象 你看這個遵守神命令的人 他的家庭要像這樣 要像這樣 這個不是只是一個美好的願景 而是一個活生生的生活的現狀 神要示給我們 現在就是這樣 重點是我們有沒有這樣子去追求 有沒有這樣子去看重 所以神的福氣跟恩典就是這樣 要示給我們 只要我們願意遵守祂話語 遵守祂的命令 然後呢 神就要這樣子把祂恩典給我們 那其實在旧約聖經中 有幾個家庭 這個家庭呢 都是神的師父 那這三個家庭呢 過去小弟爺曾經分享過 第一個呢 就是大衛的家族 就是王的家族 那這個大衛他是個牧人 但是因為大衛他敬畏神 然後呢 他以靠神 在很多事情上面呢 他靠神有信心 在像哥利亞來挑戰的時候 他靠著信心堅守 來為神征戰 然後在許多的困難中呢 順從神 雖然神讓他遇到了不好的處境 被扫羅王追殺 可是他對神的心沒有改變 但在過程中呢 他也蒙神很多的保守 很多機會 差點被扫羅殺掉 可是神卻保守他 看起來處處有危險 可是呢 在這個危險過程中呢 又隨時蒙神保守 看到神的作為在他身上 所以神也祝福大衛 我們看到扫羅他們家 是逐漸的在凋零 但是大衛家我們看到 他是人丁不斷的多出來 不斷的有新的一代 新的兒女一直出生 越來越多 不管他從西伯羅人當王 或是到了耶路撒冷當王 我們聖經都會描寫 他在這個過程中 神又試給他哪些兒女 那這過程中呢 我們看到大衛其實 並不會因為神伺服給他 他就把神忘掉 他反倒把神的約會 把神的事情都掛念在他的心中 他想說 今天神伺服給我這麼多 我住在宮殿裡面 可是啊 可是神的約會卻在外面流浪 所以他想說要為神 來建造一個聖殿 我們看神怎麼回應他 我們看歷代字上十七章 我們看七章第十節 我們看七章第十節 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世。 你受满足归你列主的时候, 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 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他必为我建造殿云,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职, 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 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 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和我的国里, 他的国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以上就是神对大卫的祝福。 我们看到神对一个义人的祝福, 不是只有在那个人身上而已, 而是对他的家庭。 神说我要为你建立你的家,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令人感动的事情。 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建我们的家, 我们可能有很多美好的愿景跟希望, 我们希望我们的家是怎么样的, 我们很努力的去为这个家庭去付出。 但是今天神对一个义人所讲的是, 我要为你建立啊, 神要亲自来建立他的家庭。 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是被神所建立的, 不是只靠自己的力量, 是被神所建立的, 是神所祝福的。 所以神说我要坚定祂这个福气跟恩典是直到万代。 所以这个以色列王这个国王的世家, 从大卫以后,神就没有离开他们。 所以他的王位并不像扫我一样, 一代就是结束或两代就是结束, 而是一直到最后, 甚至到贝鲁到巴比文, 那不是大卫家已经结束了吗? 没有,神并没有这样子结束大卫这个王位, 反倒是让神的拣选是耶稣基督, 再成为了大卫的后代。 那要让耶稣基督这个王位直到永远。 所以神的祝福是这样子的, 神拣选他的后代, 把耶稣基督诞生在他, 成为他的后裔, 让这个王位直到永远。 所以大卫听到神的回应, 他很感动, 我看到16节, 大卫王进去说, 坐在耶和华面前说, 耶和华我是谁? 我的家算什么? 你尽使我到这样的地步呢? 大卫非常感动, 神对神所给他的祝福, 他非常的, 不晓得该怎么样去回应神。 所以我算什么? 的确啊, 大卫想想他, 他一开始的身份是什么? 他一开始的身份不就是一个牧羊人? 一个牧童? 在以色列人的国家里面, 到处都是这样的人, 非常的平凡, 一点都不起眼。 但是神却从这一群的牧童里面, 把他选出来, 然后呢, 又赐福给他, 帮他建立他的家庭, 然后把这个王位赐给他们家, 把他的恩典和福气不离开他们家属, 直到永远。 所以大卫很感动。 但是这个也是神对一个义人的祀福啊, 不是只有那一代, 不是那一个人, 包括他的家庭, 直到万代。 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义人, 大卫, 神是怎样祝福他跟他的家庭。 那第二个家庭, 是一个祭司的家庭。 那他们呢, 也是被神祝福啊。 我们来看民宿记。 民宿记二十五章, 第十节。 这边呢, 是另外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也是蒙神祀福。 我们来看民宿记二十五章, 第十节。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祭司亚伦的子孙, 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 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笑了, 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 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 因此你要说, 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 这个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 作为永远祭司职任的约。 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 为以色列人赎罪。 我们看到, 这是另外一个。 一个是王的体系, 一个是祭司的体系。 那祭司的体系, 神的拣选是谁? 祭司亚伦的子孙, 菲尼哈。 他被神拣选选中, 做永远祭司的职任。 他为什么他跟他的家庭会被神厌重呢? 这边写到, 这个菲尼哈, 他在以色列人犯罪的事情上面, 他对神有一颗祭邪的心。 他看到犯罪的以色列人, 就进去把他除灭。 然后呢, 神的瘟疫, 那时候整个以色列人中的瘟疫, 兴起来, 死了很多人。 但是菲尼哈这个动作呢, 就让神的怒气消了。 因为他以神有一颗祭邪的心, 因为他知道, 这些人跟这些犯罪的人, 不是行淫而已, 而是他们还拜偶像。 大大的惹神的愤怒。 他知道这人所做是错的, 他也向神表达。 他们要把这个罪, 这个恶呢, 从以色列人中来消灭。 让以色列人不再得罪神。 那因为他有这样的一颗心, 所以呢, 神就厌重了他。 而且这个厌重, 不是只有赐给他祭司的职任, 还赐给他后代。 把这个平安的约, 赐给他跟他的后代, 永永远远。 这祭司的工作, 是个很神圣的。 因为他要在神跟人之间, 来建立和平。 他为世人代求。 所以一个能够为世人代求的祭司, 一定要蒙神悦纳。 一定要在神的面前, 得神的喜悦。 他的祷告才有意义, 才有功效。 那神把这样的约, 赐给他跟他的后代。 为什么? 因为菲尼哈有一颗祭邪的心, 他看重神。 所以神就把这样的一个约, 赐给他的后代。 所以到了大卫之后, 这个后来呢, 他当时有一个祭司叫撒都。 后来到他的时候呢, 这撒都呢, 就做了所罗门的大祭司。 所罗门时代的大祭司。 从那个时候呢, 这个大祭司的职任呢, 就一直留在菲尼哈他们家族的后代。 就应验了神对菲尼哈的约定。 因为那时候呢, 那个大祭司呢, 是亚伦的后代。 亚伦的后代里面有两个体系, 还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菲尼哈, 一个是这个以利亚撒这边。 还有另外一个是他最小的儿子那边。 当时是两边, 他都会轮流。 但后来呢, 就一直留在这边。 那因为呢, 菲尼哈有个祭邪的信。 神就把这样的工作呢, 留给他的后代。 甚至, 也因为这个家族对神的认定跟认知。 到后来, 他们也得到神很大的认同。 认同。 因为, 在他们, 我们来看, 以西节书。 四十四章十五节。 四十四章十五节。 以色列人走迷路的时候, 离开我的时候, 祭司、立位人、 撒都的子孙能看守我的殿雨。 他们必亲近我, 侍奉我, 并且势力在我的面前, 将纸油和血献给我。 这是主耶尔华说的。 这边讲到了, 祭司、 撒都的后代。 其实就是菲尼亚他们的后代。 对神这么忠心的家族, 他们在整个历史的过程中, 以色列百姓的信仰七七复复, 有时候高潮, 有时候低潮。 低潮的时候就很可怜, 没有人来献祭, 聖殿荒废。 没有人来献祭, 没有人来奉献, 那他们吃什么。 所以有些人就离开了, 去外面找工作, 去谋生。 可是, 祭司、 利未人、 撒都的子孙, 他们没有因为这样子, 就离开了圣殿。 他们继续在圣殿里面。 虽然没有人, 但是他们依然在那边坚守。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重这份职愤跟这份信仰。 所以神在这边非常肯定他们。 所以神说他们必亲近侍奉我。 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跟承诺。 撒都的子孙, 神永远纪念他们在神面前的忠贞跟坚持, 对这份信仰的坚持。 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肯定。 所以这个一个侍奉神的家族, 神也不会忘记他们, 遗弃他们。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来讲第三个家族。 那这个家族呢, 可能我们对他的认知可能更少。 为什么? 因为他们并不是以色列人。 但是呢, 他们一样是被神给纪念。 我们来看, 耶利米苏35章。 这边呢, 是另外一个家族。 他也这个家族呢, 也是一个家族呢, 也是被神给纪念。 那他们的特色是什么? 第一节。 当由大王约西亚之子, 约亚进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苏, 你去见利甲族人。 看他们说话, 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房屋, 给他们喝酒。 我就将巴哈喜尼亚的孙子, 亚利米亚的儿子, 亚撒尼亚和他的弟兄, 并他种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 领到耶和华的殿, 进入神人伊姬大利的儿子, 哈南种子的房屋, 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 在沙隆之子把门的马西亚屋子已上。 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摆设圣满酒的晚汉杯, 对他们说, 请你们喝酒。 他们却说, 我们不喝酒。 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 约拿打曾吩咐我们说, 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 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 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在帐篷, 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 然后, 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 约拿打所吩咐我们的话, 我们都听从了。 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 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 然后我们再来看, 呃, 十二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弥说,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人的居民说, 耶和华说, 你们不受教训, 不听从我的话吗? 利甲的儿子约拿打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 他们已经遵守, 直到今日不喝酒。 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 我从早起来, 警戒你们, 你们却不听从我。 我们再来看十六节。 我们看十八节。 耶利米对利甲族人说,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打的吩咐, 谨守他一切诫命, 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利甲的儿子约拿打, 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 这边是另外刚刚所讲到的这个利甲族。 这个民族呢, 其实并不是以色列人。 那追溯起来呢, 他们可能是当时摩西的岳父, 他们的后代, 他们就随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那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 所以他们就是并没有分到土地, 就有点像游牧民族这样。 那他们的祖先这个约拿打很有名, 约拿打呢, 他在那个亚哈王的时候, 亚哈王那时候, 神要灭掉亚哈的家族, 其实就是透过约拿打, 约拿打和当时的一个王一起合作, 然后消灭了亚哈的子孙。 这个约拿打呢, 他后来教导他们的孩子说, 你们不要喝酒, 喝酒勿事。 而且呢, 你们要他们能够很小心的, 很谨慎的度他们这边的日子。 因为就他的了解, 可能是观察, 他会觉得说, 现在这个时候其实不好, 很危险。 你们要非常的谨慎小心, 然后呢, 让你们可以在这里长长久久的住下去, 而不至于灭亡。 那他们的子孙其实都听从这话。 从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耶利米邀请他们来, 为他们准备酒, 请他们喝, 可是他们就怎样? 他们不喝。 为什么? 因为他们, 他说这是我们祖先的教训。 我们在以色列民族, 在这么多强大的民族中间, 我们要在这个夹缝中求生存。 我们的祖先约拿达提醒我们, 不能喝酒, 并怕我们在这个, 因为享受这个厌热生活, 而丧失的这个危机意识, 然后最后来灭亡。 所以他们就这样很认真的听从, 他们的小孩后代, 就把这样的命令谨记在心。 所以他们这样的作为, 神就藉由这个利甲族来提醒以色列人, 你说你看这个利甲族的人, 他们这样在遵守他祖先的话, 可是你们是我的殖民, 以色列人是我的殖民, 可是我今天找先知去吩咐你们, 再一次跟你们团经告, 可是你们却不听。 但是利甲族的子孙, 他们愿意听他们祖先的话, 而且谨守遵行到现在。 那这件事情呢, 神说他们的后代, 永不缺人势力在我的面前。 是神给他们的应许跟承诺。 他们后代永永远远, 都有人能够在神的面前势力着。 这是神给他们这个家族所示的福气。 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 遵守神命令的。 他的后代他的子孙, 都会蒙神的保守跟看顾。 那这是第一个, 就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 他们可以看到。 然后再来是一个敬畏神, 遵守神命令的家庭。 除了有蒙神是福之外, 他们还有什么样的特色。 那就是这个家庭, 是爱跟真理, 彼此并行的一个家庭。 我记得曾经有一位长子, 分享过一篇道理。 他说, 家是个不讲理的地方。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 那当然呢, 他并不是说家里面不讲道理。 而是说, 家里面我们所强调, 并不是像外面的社会。 你对我好一分, 我就对你好一分。 你没有做什么, 我就不给你什么。 不是这样的。 而是一个用爱心包容宽容的。 那的确, 那家是一个讲真理, 讲道理跟慈爱的地方。 这个道理呢, 并不是我们刚刚讲的, 只是所讲的世界的世上的道理。 而是圣经的道理的教导。 所以因为圣经道理的教导, 我们要把它实践在我们的家中。 有时候我们在虾里面的生活里面, 要让他成为一个有神爱的地方。 那有神爱的地方呢? 第一个呢, 就是要实践彼此相爱的道理。 彼此相爱, 那什么样叫做彼此相爱? 要怎么样来彼此相爱? 那圣经里面, 用一句话来提醒我们。 我们看加大太书第六章第二节到第五节。 这边呢, 这讲说, 重担要彼此担当。 这个家里面呢, 没有办法说, 你给我多一点, 我给你少一点。 或者是, 为什么都是你做? 为什么都是我做? 为什么是我的责任? 没有办法。 那家里面呢, 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是, 重担, 第一个是重担要彼此担当。 就是如果对方担不起来, 或者是他的能力有所局限, 如果我们可以做, 其实我们也可以帮他把这个重担抬起来。 这个是彼此相爱的道理。 这是圣经的教导, 可是最重要是要活在我们的家中, 不然道理就只是道理而已。 我们没办法享受, 这里面所要给我们的福气跟恩典。 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刚结婚的时候, 那时候我跟我佩娟两个人, 那一开始呢, 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呢, 他就很认真的要当好这个媳妇的角色, 去洗手做羹汤。 事实上呢, 他其实是很少煮饭, 结婚之前很少煮。 然后他就煮了这个菜, 然后他所煮的呢, 因为他其实, 他说那是煮了一些用电锅煮的东西, 或是用烫的。 然后我们也知道, 如果这样就大概是知道了, 这什么样的状况。 他就说, 好好吃, 我说, 很好吃, 非常好吃。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下次我来煮。 就开始煮了。 那, 其实我也没有煮过, 其实也在结婚之前也很少煮过。 所以呢, 但是, 因为自己嘴巴比较挑嘛, 自己喜欢吃什么, 自己比较能够自我那个。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有时候就开玩笑地这样说, 感谢老婆, 让我成为一个可以, 这个, 进得了厨房, 出得了厅堂的这个, 那个, 那个, 的一个, 先生这样子。 我说, 私底下是让你开玩笑。 有才德的先生这样子。 当然没有那么厉害啦, 那只是, 只是一个玩笑话。 那其实, 其实, 刚好他这个部分, 他可能觉得自己比较不行, 那可能我们就觉得说, 我也可以来试看看啦, 也许煮的也不差嘛, 那也很感谢神啦,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 就会多学一些煮菜的东西, 就会看看网路啊, 反正自己, 看起来自己好像, 对这一方, 还是有点兴趣啦, 感谢老婆。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其实这段疫情期间, 其实我们外面, 就比较没有办法去吃饭,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们都只能在家吃饭。 那, 如果你不会一点煮饭啊, 煮菜啊, 其实, 其实还是蛮困扰的。 那刚好这段期间呢, 就可以自己煮这样子。 其实你看,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一定是我来做, 或者是一定是谁来做。 那有时候, 如果我们可以互相cover, 互相承担对方所不能做的, 这样子其实像圣经里面所写的, 互相担当。 有时候我们做不到的, 对方就帮我们。 那当然我们在家里面的工作, 有一个大致上, 可能你是做什么, 我是做什么, 这样的分配。 可是有时候, 难免嘛, 工作上比较忙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工作忙的时候, 没有时间, 像家里面的垃圾, 大部分是我倒的, 可能我, 他培圈就看我比较忙, 就会顺手就把他拿去, 帮我去丢掉, 叫倒垃圾。 那可能他是, 可能这个, 大部分那个扫地拖地, 也许是, 是培圈, 那可能我如果觉得OK, 我有时间我就来弄。 其实, 家里面的东西本来就是这样, 其实最后受惠的, 还是家里面的人。 那可是这个, 其实就是圣经的道理。 圣经的道理是, 让我们先行在家中, 先行在家中, 然后把他生活在家中。 那接下来是, 然后如果我们再继续看, 然后第五节讲到, 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诶, 这边又讲到, 个人要担当, 刚刚不是讲说, 要彼此担当吗? 没有错, 彼此互相照应。 但是呢, 不要忘记, 我们自己的职责跟本分。 会讲这种话的人, 一定都是小孩子。 我们家里面最容易来吵的, 为什么我要我做的, 一定是那个最小的。 为什么是我做的, 爸爸没有洗碗啊, 妈妈没有擦桌子, 为什么我要来擦, 一定是这样。 我们就说, 因为每个人都要做啊, 每个人都要做啊, 每个人都有责任啊, 这个家是大家的啊, 你可以做什么。 所以, 会讲这种话, 一定是不成熟的人, 会讲说, 为什么是我做的, 一定是不成熟。 每个人都要看, 我可以做什么。 其实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 从小一直做到大, 小处就是你的家庭, 家里面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 大一点的呢, 就是教会。 从小做到大, 所以家里面要能够彼此相爱。 那彼此相爱呢, 还有一个, 就是要彼此饶恕。 那这个饶恕跟包容, 圣经里面像这个, 主耶稣, 他爱门徒,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的十三章。 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 余月节以后,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夫的时间到了, 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耶稣爱世上属他的人爱到底。 那耶稣怎么爱啊? 那后面呢,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每次洗洗澡里都会讲的一段话, 就是耶稣就洗门徒的脚。 那其实这段话呢, 其实这段过程我们可以去思考, 其实他在讲信徒之间, 甚至说你可以说家人之间, 我们怎么样去包容彼此的软弱跟缺点, 每个人都有他不完美的地方, 就像这些门徒一样, 这些人都是主所爱的, 没有错, 都是被主所拣选, 可是他们完美吗? 完全吗? 没有。 可是主耶稣怎么做? 他怎么样去包容他们的完美? 主耶稣怎么做? 我看到主耶稣第一个动作是, 先卑微自己下来。 有时候我们在过程中, 我们往往游离的一方都是姿态比较高的, 可是耶稣所带给他们的是低姿态, 游离的人反倒是个低姿态, 像仆人一样。 我来为你洗澡好不好? 这有点奇怪, 明明是我游离啊, 没有啊, 所以说游离的人要先低姿态, 先谦卑下来, 为对方洗澡。 因为这个是他的软弱, 他的不完美, 要留着。 所以耶稣先用低姿态去帮人徒洗澡。 那洗澡的过程中, 我们要合乎的是道理, 像圣经写的, 用水借的道把教委洗净, 这个真理把他洗净, 拿不完美的地方, 给他规劝, 给他提醒。 然后呢, 洗净之后呢, 用布把它擦干, 就不纪念了, 就不纪念了, 过去的就不要再纪念了, 我们表达了。 所以这个过程中, 才能够彼此包容跟宽恕。 这个是一个家庭生活, 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要有这样的爱, 而且要常常有。 有时候我们看电视, 或者是什么, 人非得要走到一个要快死的, 就说, 啊, 我们怎么没有一开始就这么好, 那我们快离开世界了, 才在那边, 如果我们能够早点好一点, 有多好。 才在那边想说, 如果我们有更多时间, 可以好好相处有多好。 那其实不用, 我每一天每一刻, 大家都如果能够好好珍惜, 能够好好保守, 保握这个机会, 把真理醒出来, 神就要让我们活得很甜美, 很愉快。 那就像圣经写的, 这个, 神所赐给世人的福气, 就是在日光之下, 看着他所爱的妻, 快活度日, 不只妻, 不只夫妻, 包括儿女, 家庭之间, 都能够用这样的态度, 把基督的爱实行出来, 所以家里面, 就会是个充满爱的地方。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